是要讓你看到 你為什麼要運動 你為什麼要開始動 你不是為了自己的身材 好不好看而已 要不要穿大一點的衣服嘛 穿黑一點的衣服嘛 對 寬鬆一點了嘛 對 人家也看不出來 有的已經嫁人了 無所謂了嘛 NO 不只是這些 有太多太多 我生了第三胎的時候 也一直這樣想 對 我想說反正我都結婚了嘛 反正我那麼胖 劉光我也愛我啊 反正我小孩都生了 然後呢 我就在家裡面當媽媽了嘛 我幹嘛呢 我又沒有要去選美 我就這樣就好了啊 他也不需要錄什麼節目 老公反正會自己賺錢 對 這不是 這不是重點 是 重點是 就是 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對 然後覺得很舒服 對 就是很 很 很不想要站起來 然後往外跨一步 然後再去改變自己 恢復到原來的自己 如今 他終於改變了 他從舒適圈裡面 直接跳到了 跨出這一步 進入到 滑水圈 我又再跨靠這一步 到這個 教練圈 好不好 好 逼近全力的圈 不錯了 這個 這個圈是逼近全力的圈 我不要你跟我一樣 我要你比你自己的昨天更好 各位 你只要比你自己好 不用跟別人比較 好 何任東跟我講說 他之前跟我上節目 好 哥哥你來了 我來了 一聽到劉更宏就 立馬叫 不是 你跟我講 他可能 因為我跟Peter以前 我們就還碰在一起 我記得在上海 還一起打撞球 一起吃飯什麼 有一次錄節目 我們遇到 他跟宏你知道嗎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因為你來 我特別換衣服 我說為什麼 他說在夏天 我去錄什麼節目 我基本都穿背心 但我問他們說 今天藝人還有哪一些 他們說有劉更宏 我就從櫃子裡面 把外套拿出來穿起來 他說因為你 我就不穿外套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這樣 會有比較的狀況 我說沒有關係 Peter 你的頭這麼小 你身道比我高一些 你有你的好看 相信有很多人 會喜歡你這樣的身形 每個人不同 你不一定要練成像我這樣子 每個人身形不一樣 彭越有彭越的好看 周杰倫有周杰倫的好看 王俊凱有王俊凱的好看 人生序有人生序的好看 無精有無精的好看 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肌肉都長不一樣 沒有比較 動好看 他每次講我說 不必練的跟我一樣 練的是你自己的最佳狀態 那就OK了 好不好 各位 我們不比較 我們跟自己叫點見 叫什麼見呢 叫每一天到進步一些些 對 不用進步太多 你進步一些些 一天一天的你就改變了 不要站到別人的圈子裡 你站到你自己的圈子裡 然後跨出你的舒適圈 就可以了 你久沒跳 不要一次太久 或者你休息中中呢 就跟著我們走就好 慢慢恢復 慢慢恢復 對 你不要每個動作跳 你就原地踏步 然後再來跳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跟你說 我每次在給你們安排的時間 都是有學問的 就希望大家能夠休息的充足 有些人還跟著我們跳 然後白天再跳別的 相信我 你不要做這麼多的有氧 因為我幫你做的是有肌力 再加上有氧夠了 你一整天的運動量 這樣非常可以了 除非你跳不了完整的 或除非你動作不標準 那你可以再練 如果你都是做的有標準的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太不許自己 他曾經就是這樣子 每次我帶他練完之後 他還要再做有氧 我說你不要再做有氧了 你這樣子不會燃脂燃得更好 瘦得更多 他怎麼可能他不相信 我就測給他看 我就說好你就照你的方式 我們來個三四天 他就發現這三四天 他不僅沒有進步 他做了更多了 然後反而體脂肪含量還增高 為什麼 因為掉肌肉 所以呢其實適當的訓練 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大家不要以為 你壓苗助長 長得就會比較好 不會 循序漸進 照著我跟你講的 你該休息的時候要休息 該吃喝的時候吃喝 長時間看下來 你就會發現前面衝很快的人 後面跑不動了 你慢慢照著規矩 我教我的 不要自作聰明 跟我走 你反而越走越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了解的細節改變了 他才真正的可以在健身跟減肥 管理體重當中 他能夠改變真正自己的身材 而不會一直重蹈覆徹 然後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 所以你要相信我 專業的跟你分享 你一定要 小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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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